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凤凰卫视每周台为您带来的天天话题栏目 我是小诗 最近全美因为奥密克戎变种疫情大幅的反弹 住院病例数确诊病例数纷纷创下记录 今天我们就为您连线来自美医美医院的传染病科医生姜华姜医生 来为大家分析一下奥密克戎变种病毒 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应对疫情 姜医生您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 很高兴和你在一起今天 姜医生我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听到网络上一个玩笑话 说如果最近你身边还没有朋友确诊新冠的话 说明您在美国真的没有朋友 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 但其实也反映出来美国这个疫情的严重程度 光是在我们洛杉矶短一个月之内 单日的确诊的病例数就已经翻了10倍 不过呢 我们也最近看到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 这样奥密克戎疫情最早爆发的一些州份 他们的病例数已经开始大幅的回落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 是我们这一波疫情开始出现拐点的一个迹象吗 这个是不是拐点比较难预测 但是这个奥密克戎的大爆发 不仅仅是在美国 全世界各个国家都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一开始在南非 后来在英国 后来在欧洲 现在在全美 当然这个病例数会一定会有下降 但是是不是在最近几周 或者在过几周的时间 因为我们西部比东部要晚 开始疫情爆发要晚了几周 所以可能这个趋势一定会有 但是可能还要有一两周的时间 是 我之前还看到新闻报导说 说为什么这个疫情在未来的几周内 可能达到一个峰值 是因为美国感染的人数实在是太多 已经没有更多的人可以感染了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群体免疫 您觉得呢 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也就是说感染的人数 也只有这一点 你说是不是 不是说每个人都无限制的会 永远感染下去 当然是不是会重复感染 这个有可能 但是不会在短期内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峰值一定会有下降 至于什么时候就是比较难讲 是 那我们具体来谈一谈感染奥密克戎可能出现的症状 就目前的临床表现而言 感染奥密克戎之后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跟之前感染Delta相比 这些症状会有哪些不同 现在奥密克戎的病例数已经很多很多就像你刚才说的笑话一样 大部分人都知道至少有一两个朋友亲戚有感染到奥密克戎 但是感染以后大家一定也有很多心得体会 自己觉得怎么样 现在根据南非和英国文献来看 它这个总的感染的病情是比较轻的 与之前的变异种相比 最近一个文献还没有完全发表 是在南加州做的 是南加州的那个Kaiser Foundation医院的 他们分析了几万例的Delta变种和Omicron变种的病例 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Omicron病例的住院危险性 比Delta病例的住院危险性 降低了50%左右 它住进ICU的危险性也降低了70% 至于死亡率降低了90%以上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Omicron的感染的临床症状是比较轻的 是不是和大家免疫接种有关系 或者或其他有的人没有接种免疫 但是他们过去感染过其他变异种 是不是有关系 这个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根据最新的加州 南加州的报告表示 接种和过去感染的病人 以及过去没有接种没有感染的病人表现 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 那主要的症状具体而言都有哪些呢 主要最常见的就是很多人会有喉咙痛 全身乏力或者是有发低烧 大部分人的喉咙痛就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第一烧也就是一两天的时间这样子都可以恢复 还有一个症状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Omicron的潜伏期 比过去的变种要短得多 过去的变种的潜伏期可以达到7到14天 现在Omicron的变种的潜伏期在大部分在两到三天之内就可以发病 如果发病的话 是那据说这个感染后喉咙疼痛非常普遍 您刚才也提到 而且我听我身边确诊的朋友说 这个喉咙疼痛的程度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有研究就说跟Delta相比 这个Omicron主要是侵入到上呼吸道不是那么容易侵入到肺 这种说法有科学根据吗 有科学根据 因为根据很多地方的实验室研究 来自香港和日本还有英国的研究 都表明他们做动物研究 就是说用Omicron的变种去感染动物的肺部组织 它的感染能力是比其他的变种要差得多 所以它肺部里面组织细胞上 可以找到的病毒量是非常少的 所以根据这个实验室的数据 和我们临床观察到的问题 也可以说明就是Omicron 主要现在成为一个上呼吸道的病毒 像我们医院很多人住院都是没有症状 只是就是说做普查的时候查到 有阳性 很多人的胸片 X光片也没有看到有肺炎的表现 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根据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症状还会住院呢 他们很多人住院是为其他事情住院 现在医院当然病例是很多 但是相当一部分的病人 是住院因为其他问题住院 只是做一个screen的score 都看到有阳性 因为现在每一个病人住院都要screen 都是要普查 所以他们自己都觉得非常奇怪 怎么会有阳性 也没有症状 所以现在的病例数的总的数字是很高 但是很多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普查发现 而且因为其他病问题住院 您刚刚说到感染奥密克戎 听起来比起感染其他的变种病毒而言 症状是相对较轻的 这个住院率以及死亡率也比其他的变种病毒要低一些 而且目前的科学文献显示侵入到上呼吸道 那是不是说明奥密克戎变种病毒 它的致病性比较低 或者说它的毒性较低呢 这个有可能 因为有一个文献表明了 是奥密克戎变种病毒 是COVID-19的病毒 结合了一个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的一段基因 进到它的基因组织上面 所以这个可能是引起它感染率大大增强的原因 也可能是造成它的致病性独立降低的原因之一 很多病毒的 像冠状病毒这样的RNA病毒 它是非常不稳定的病毒 它一直在变化 病毒变化的过程当中 病毒也赏失了一定的致病能力 因为它的变化不可能 就是变来变去 变到后面 它自己也有丧失一定的能力 所以这是一个 希望这是一个趋向 自然而言 从科学上讲 很多的病毒在变化的过程中 都会丧失它的所谓我们所谓的fitness 就是它的致病能力有一定的丧失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是 那我们看到从其他的变种病毒到Delta 比较严重的Delta到奥米克戎 奥米克戎现在的这个致病性和毒性越来越低了 那这有没有可能成为疫情终结的一个信号呢 就说明这个变种病毒的这个攻击性越来越弱 直到疫情终结 这个疫情可能要终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的定义 还没有完全肯定 说是什么时候是可以定义为疫情终结 如果你说一定要看感染的数字 才能决定疫情是不是终结 这个我看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这个疫情一定会变成一个所谓叫endemic 就是地区性的感染 这个COVID-19已经成为 或者肯定会成为一个 就是上呼吸道或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毒 不可能完全消失 所以如果你说是终结的话 用什么做定义现在还不是很明确 但是这个就像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我也在其他地方也阐述过我的观点 就是这个病毒 我们每个人都会感染到 至于是不是会产生严重的疾病 通过疫苗的大量接种 通过接种和人们免疫力的提高 这个不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每个人一定会在以后会有感染到的机会 不可能一个人完全不可能感染 是 那我们也注意到之前感染过Delta病毒的人 这波的疫情当中也有出现再次感染 那我想问的是如果反过来 奥米克隆病人感染以后的血清 去检测他的对于奥米克隆病毒的综合能力 他不但看了病人血清对奥米克隆变异株的综合能力 他们而且去看了这个血清对于Delta变种的综合能力 他们发现了就是14天以后 这些病人血里面的血清抗体 对于奥米克隆的变种的综合能力 提升了14.4倍 这个当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大家一定你的抗体的能力肯定增强了 因为你刚刚感染过这个病毒 什么是非常令人顾问呢 就是说他们发现这个病人血清的抗体 在感染奥米克隆以后 对于Delta变种的综合能力 增强了4倍以上 所以这个是比较令人鼓舞的 就说明奥米克隆感染以后 人们产生的免疫力 可以抵抗其他变种的感染 所以从这个方面看 我们还是乐观的 就是以后大家可能 免疫力普遍的提高 对其他变种的免疫力 也会有所提高 所以不太会继续感染 但是感染的问题 你说是不是一定不会PCR positive 这是不可能的 PCR可能还是会阳性的 但是你不会产生肺炎 不会因此需要住院 不会引起死亡 这样的问题 就会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感冒问题 是 就是发展成重症 或者是致死的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 肯定是非常低的 现在已经是看到了这个 就是打过疫苗的人 基本上没有人在重症监护室 没有人上呼吸机 上的呼吸机的人 都是没有打过疫苗的 或者是有严重的免疫问题 就是他们本身 这些人他们在新冠流行之前 他们的自身疾病 就是 比较严重 已经非常严重了 他们就是他们的 我们所谓的life expectancy 原来就是比较非常有限 是 那现在有没有这个研究说 如果感染了奥米克戎之后 有没有可能再次感染奥米克戎 这种二次感染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但是我们一定要 概念上一定要明确 我们用什么做定义 作为是二次感染 如果你说我PCR positive以后 就算是二次感染 这个是不对的 至少在几个月之内 你不可能重新再感染一次奥米克戎 除非这个奥米克戎继续在变异 使你的综合抗体的能力有所减弱 或者你的自身免疫力是非常之差 没有产生足够的抗体 去综合这个病毒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每个感染过奥米克戎的人 再来重新感染一次 在三个月之内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说的感染就是说确实是感染 不是说你是PCR positive就算感染 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性 但是没有症状 他们就非常紧张对不对 他们说这不对了我感染 这个不能算是疾病 而是可能是PCR positive的问题 对那说到这个无症状感染和PCR的检测 我们当然现在知道做PCR检测是最为准确的 因为它的这个敏感性非常的高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非常的严重 大家都面临这个预约难 以及这个这个居家检测试剂盒 比较难以购买到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就这个居家检测而言 很多无症状感染者使用居家检测的这个抗原测试 可以检测的出来是不是已经感染了吗 这个有效率是多少 PCR检测它是非常敏感 就是它的检测的阳性率非常高 问题PCR检测有一个问题 它的超敏感的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的病毒实际上已经死了 没有活的病毒 但是病毒死了以后 所有的生物死了以后 都有这个核酸的残留物 它都可以检测到核酸的残留物 所以这样的检测方式 就是说你是不是证明你一定有感染 或者病毒还在里面 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抗原的检测是比较特异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活的病毒 抗原的检测不太会是阳性的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不太敏感 不像PCR这么敏感 它有假阴性的可能性 但是它的假阴性的可能性 也是机率不是很高 实际上 但是大家都或者讲了很多 说它不是完全 没有实验是100%准确 和100%特异 所以它的特异性高 它的敏感度就低 但是它也是基本上在80%以上的敏感度 所以你说家里居家检测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说你检测要有一个目的 为什么要去检测 先要问一下 如果你有症状 那是当然无意应该检测一下 如果你要出去旅游 如果你要去访问你的年长的长辈 那应该检测一下 如果阳性的话就不要去了 对不对 是 如果你就说在家里 我就没有事干了 检测一下 我这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必要 另外你说的现在检测盒不容易拿到 今天开始已经可以 order free 所以大家可以到官网上去order一点 是确实从今天开始 联邦政府的这个网站covidtest.gov 每一家每一个地址可以领取四份的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 那我还想跟您分享一个之前在这个新闻里看到的 来自UCF医学院院长 他分享了一个居家检测的经验 就是他给他的儿子 他儿子已经确诊新冠 但是一开始他出现症状的时候呢 他只给他儿子做了这个鼻视子的检测 用居家检测试剂盒 那结果是阴性 但是后来他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他用同一个棉签在这个喉咙采了一样 然后呢再在两个鼻腔进行了采样检测 结果是阳性 那我们平常自己在家如果出现了症状的话 用居家检测有没有必要这样的双重采样呢 这个社会网络上面传的东西呢 我觉得有时候需要大家需要证实一下 当然证实也比较困难 根据FDA的要求是说 它的每一个检测都是通过FDA批诊 FDA批诊呢它有特定的用途 就是它说这个检测一定要用鼻视子 那你就要根据FDA批诊的步骤去检测 所以FDA的Commissioner 就是他现在的代理的老板 他叫Woodcock 他也不建议大家用FDA批准的检测试剂 用于鼻视子的而去做那个咽喉的测试 因为这样呢是不符合FDA的标准的 当然你说我一定要做一下 旁人也没有办法说你一定不能做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说这个UCSF这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报告出来 我觉得是我个人觉得是 没有必要 应该这样做的 有一点不负责任 因为我们应该为我们说的话负责任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对话 我们应该都有一定的根据来说这个话 不能说我怎么做 因为有很多人会跟你学了 就是说很多话是 你不能在家里自己是试验一下这样子 是 不过他还分享了另外一个经验 就是来自于Cleveland Clinic 他有一个在线的风险计算器 就是你感染之后 虽然这个风险计算器 他没有考虑疫苗的接种状况 或者是某一种特定的变种病毒 但是他根据你自的这个年龄情况 以及其他的因素呢 输入自己的健康信息后 可以计算出住院或者是死亡的风险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对这个是他们这里都是modeling 就是很多有关数据加起来做一个估算 这种矛盾就是在COVID-19爆发以后 就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自己试验一下也可以 但是我希望还是根据医生的建议办 是 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PCR检测 我们现在知道PCR检测 两种比较明确的结果 就是阴性和阳性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有些人的检测结果呢 是inconclusive就是不确定的 那这种结果意味着什么 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inconclusive 对这个有很多因素 一个就是说一个inconclusive呢 就是它这个试验和它的control negative control或者positive control 都没有完全肯定 所以它就会出来一个inconclusive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采样的方法 不是完全根据它的要求 有时候你这个棉测太干 有时候棉测太湿 都有可能引起inconclusive 另外呢如果你吃的东西 或者用的其他漱口的东西 这样子又影响它这个试骑的反应 采样和试骑反应的 在做的时候试骑反应出现问题 所以也有出现inconclusive的可能 所以这个有很多可能性 如果你出现inconclusive呢 可以从另外一个试骑和再做一次 或者从其他的采样的方法上面 再改进一下 那inconclusive有没有可能是 体内的这个病毒载量比较少 还不够达到这个positive的程度 所以它是inconclusive呢 也有这个可能 就是你的病毒的量 就是核酸量是非常非常之低的 它没有办法amplify 但是这个可能是引起阴性 而不会给你一个inconclusive的要求 是 所以我看到这个疾控中心 它的网站上是说 如果你的检测结果是inconclusive 同时呢你也出现了新冠相关的症状 你就应该假定自己是这个positive 这样的一个结果 来把自己隔离起来安全期间 对 因为了安全期间呢 一般说如果你有症状的话呢 不管你阳性还是阴性 就应该采取自我隔离的方法 至少5天 那说到疾控中心的建议 他们最新的一个指南 把这个无症状感染者的隔离期 从10天降到了5天 同时呢也不强制要求说在5天之后 一定要做检测 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是 很多人在5天的隔离期了过后 如果自己选择进行检测的话 它的检测还是呈阳性 这就说明它还具有传染性 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它5天以后没有症状 5天再去做一个PCR 还是阳性 这是不说为奇的 完全有可能 CDC不建议大家去做检测 就是由于这个考虑 因为PCR的阳性可以持续90天 至少90天 如果你一直做PCR的话 它一直会阳性 难道你就90天都隔离吗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现在CDC是让每个州 和每个county自己决定 如果每个单位自己决定 是不是要重新做测试 才能取消隔离 所以加州现在是规定 5天以后要做一个测试 如果阳性的话 要隔离10天 但是问题是 加州都没有规定说10天以后 你应该做一个测试 如果阳性继续隔离 它也没有这么说 因为10天以后 你如果再做一个PCR 完全有可能还是阳性 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不能解决了 所以我一般的加州的建议 和我们的建议 也是如果你要做的话 就请做一个抗原测试 不要做PCR测试 抗原测试比较准确的反映 你是不是有活的病毒 你这个PCR检测不能反映 你是不是有活的病毒 是 那我们就这个隔离而言 如果我们已经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在家可以做哪些的自我的治疗呢 包括平时应该准备哪些常用的非处方药 对 非处方药一般都是 就是过去大家常用的治疗感冒的药 就是比如说Tilenol 还有一个就是Mucinex 就是Robertson的止咳糖浆这样子 都是对症状的环节都是有帮助的 关键你要保持足够的水分的摄入 不要足够的时间休息这样子 其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 那如果最近得了这个新冠康复以后 如果有些人还没有接种加强针的话 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种这个booster shot呢 就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怎么样 有的人是过去接种过感染 接种过疫苗 又有突破感染 像这样的人呢 可能在短期内不需要去接种一个加强针 如果你没有接种过疫苗 感染了Omicron 那个呢 我们是建议你去做一个疫苗接种的 但是时间上的问题呢 就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你感染也是轻症的 那么一般说呢 我们建议你等至少一个月 再去接种疫苗 为什么呢 因为你感染以后呢 你集体会产生很多抗体 对这个病毒的抗体 在一个月之内呢 你的抗体的量是非常高的 如果马上去接种疫苗呢 就会引起疫苗的产生抗体的作用的减低 因为你自己的抗体呢 也去攻击这个疫苗了 就疫苗不能达到应该有的效用 如果你等了一个月以后 再去接种一个疫苗呢 就可以给你这个集体呢 一个booster 就可以再产生多一点的抗体 或者持续的时间长一点 如果有的人在Omicron感染以后 可以有的人去用这个丹克隆抗体 你也知道有丹克隆抗体可以治疗 如果你用过丹克隆抗体的话 我们建议你三个月之内 不要去接种疫苗 因为丹克隆抗体的低度是非常高的 它在体内可以至少持续三个月 如果在这个三个月之内 你去打疫苗的话呢 同样的理由 疫苗的有效性呢 就降低了很多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浪费 打一个疫苗 所以三个月以后请去打疫苗 如果没有用过丹克隆抗体呢 一个月以后去打疫苗 是 那对于另外一个人群 就是免疫功能比较低下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immunicompromised的人群来讲 有没有必要去接种第四诊呢 这个没有 现在没有足够的数据表明 应该去接种第四诊 因为以色列当然是建议很多人去做第四诊 如果免疫功能低下的人 暂时还没有规定说 一定要去接种第四诊 或者有很多的资料表明 第四诊肯定是有用的 起到保护作用 这个还是肯定是有效的 所以但是这个问题 现在很多丹克隆抗体 我们都拿不到 因为药源非常非常有限 希望联邦政府在这个上面 多花一点钱 使药源充足一点 大家能够使用上这个药 所以现在重点有时候也是搞乱了 现在重点都放在测试上面 他把钱都花在测试上面 而没有足够的钱花在治疗上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幸 是 包括这个辉瑞公司生产出来的这个新冠口服药 今天他们的这个报告也说 其实对于新冠患者来说效果非常好 但是我也看到报道 注意到说其实很多医疗机构 对于这个药品的紧缺的程度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获取除非你是真的非常重症的病人 才能够用到这个辉瑞的口服药 对 这辉瑞的药物实际上效果非常非常好 但是非常非常难找到 我知道这个加州公共卫生局的网页上面 可以找到哪一个药房有这个药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是 那在最后一个问题 说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除了接种疫苗 带比较高质量的口罩 有这个条件的话接种加强剂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来避免感染呢 其实提高免疫力除了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尝试的话呢 就是比方平安的饮食啊 足够的睡眠啊 还有就是有机会的话呢 就是多一点晒太阳啊 增强一点维生命迪啊这样子 还有呢就是用那个漱口液 漱口液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就是你外面买的那个Listerine 漱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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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知道 換新冠以後最危險的一個因素 就是肥胖 肥胖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美國的死亡率這麼高 重症病人大部分都是肥胖的病人 就算你沒有糖尿病 沒有心血管疾病 肥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基礎疾病 會引起很嚴重的病毒感染 就是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和下呼吸道的病毒感染 如果大家有興趣增強抵抗力 我建議大家趕緊減肥 一定要減肥 保持一個健康的體魄 一定要減肥 是 那我們平時有沒有必要就是特別的補充一些補充劑呢 比如說維他命C 維他命D之類的 可以考慮 但是沒有一定的科學 根據說你補充了以後就完全可以防疫 但是一定沒有 我不要大家就是過分的吃了很多維他命C 或者這樣子也有問題 所以就是適量而止 曬太陽呢 關鍵也是增強 維他命D 對不對 對 是 新冠疫情當前呢 大家最關注的是如何保護好自己和家人 當前防疫最佳的攻勢就是高質量的口罩 加疫苗加加強劑 那非常謝謝江醫生 今天為我們提供了這麼多專業的建議 希望能夠對大家有幫助 那也非常感謝電視機前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謝謝林江醫生 也謝謝大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鳳凰衛視